1987年8月 玻璃市、槟城等多州 相继发生州教育局 委派不安华文教师到华晓担任高职事件 引发华教界和华社不满 担心华晓变质 同年10月11日 全国各华团在天后宫举行抗议大会 雪华堂时任会长张景良担任大会主席 这场跨政党凝聚国内华团力量的历史性大会 有4000多人参加 大会一直通过五项决议案 坚决捍卫 华晓永不变质 无论如何 国内种族情绪持续紧张 也让风波后来越演越烈 引发10月27日开始的茅草行动 政府以种族关系紧张为由 他们武统里面分裂 那个才是重要的因素 下棋者是个高手 他是把几个问题全部 就一窝地把它全部烧进来 表示到很中立啊 不只是动华人 我迈人印度人 连政府的部长他也动 他是用这种方式一下子压下去 真的是风声鹤唳 雪华堂时任会长张景良没有被逮捕 马上负起营救被扣人士的重任 大会堂也变成了营救中心 为被捕者提供援助 我那时是历史团里面的议员 那时候我是代表沈沐宇校长 一堂后来被扣留在太平 因为政治扣留所 雪华堂基本上是一个卸调 逮捕的事件一爆发 我们只是说有请愿 然后要他们做也不能做什么 华团领导人现牢狱之灾 也影响了接下来的华社运动之势 华团领导层一切就改变 不只是对华社 所以整个国家的那些民群团体也是一样 领导层慢慢就比较没有那么活跃 当然在那种强势底下 并不是每个华团会跑去自危 去什么都不会 真正去捍卫的就是雪华群 基本上那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觉醒运动 也是让雪华群的朋友 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运动的前线 所以产生了不少的后来的领袖来源 烧烧烤烧烧烧热雷 断梆 闪 玉的 浓烧烧烧烧给什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